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陈坤 自从ASO的证书被苹果设销之后 ASO回来了 而且 Small Seeking的问题已经被解决 之前出现的黑屏和白屏问题 已不再是问题了 开发人员在他们的推特发布了这个最新消息 让我们现在来测试最新版本的ASO 今天我会带你们去另外一个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ASO 因为 在我平时下载的网站 还不能下载 我们先去 Emo for iOS net的网站 然后点选ASO 点击Gate 安装 如果你是第一次下载ASO 那 下载完毕之后 你必须先去 信任开发者才可以使用ASO 先去设置 通用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 在企业及 应用选项里选择 5C SunTech Power 选择信任 下载完毕 让我们进入ASO APP 同意 确定 我们先来确认这个ASO的版本 之前的版本是0.52 现在新的版本是0.6 现在我们去测试 视频录影 点录制 你可以选择要录影的屏幕方向 可以选择数值 正向横屏 反向横屏 或倒立数值 那我们选择数值 你也可以选择分辨率 通常我会选 1080P 下一步 打开镜像 像平时一样 像平时一样我们先给他录制 视频 停止 现在我们会回放 刚才录制的视频 看看再删除了Smooth Seeking 这个功能之后 会不会出现黑白屏的问题 看来黑白屏的问题已经被解决 OK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视频储存器 相簿 我们看看在相簿里面播放会不会有问题 看来这个黑白屏的问题已经被解决 之前如果视频有黑白屏的问题 我们将不会看到任何的缩图 像布里播放也没有问题 感谢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给个赞 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以及查看我掐在你右手边上的视频 谢谢 下次再见